塔利班曾经的恐怖分子接管阿富汗 本期视频将通过三点来阐述这一主题 第一点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要打压塔利班政府 第二点 为什么20年时间美军都没有消灭塔利班 第三点 塔利班武装的胜利对全世界新的政治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是GoMax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西方国家预计阿富汗政府武装会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的3到6个月才会出现皮带 但是事实上8月16号 塔利班政府就接管了阿富汗 为什么西方国家要打压塔利班政府呢 最早在1979年 阿富汗受到苏联的入侵 那个时候美国是支持阿富汗政府并且向阿富汗提供军事和军火支持 同时本拉登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对抗苏联同样对阿富汗进行经济援助 1989年 苏联战败 撤出阿富汗 留下一堆烂摊子 但是这期间01年的时候 本拉登由于对美国民主推行政策不满 成立了基地组织 对美国发布了恐怖袭击 真惊世界的911事件 就此发生 那么这个时候 阿富汗刚刚被成立的塔利班组织掌控 本拉登逃到了阿富汗 美国震怒 所以说于2001年入侵阿富汗 除此之外 塔利班政府推行了很多极端的宗教政策 包括复米上街要穿全身包裹衣物 只能露出眼睛 女性不可以上学读书 这一系列塔利班极端政策也是美国和联合国打压塔利班政府的主要原因 那么第二点 为什么近20年时间美军都没有消灭塔利班 这方面 我们从两个概念来谈 一个是美军 美国在阿富汗军备支出非常惊人 近万亿花了这么多钱 在20年的时间里面 第二点就是阿富汗自身的问题 阿富汗政府军的贪腐问题非常严重 很多军备经过政府军转手 通过黑市卖到了塔利班手中 所以说近万亿经费花掉之后 20年时间对于实际的30万塔利班政府军的培训 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 同时对于当地阿富汗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没有起到过多的帮助 第三点 影响塔利班武装的胜利 对中国影响可能会更多一点 因为苏联和美国西方国家都曾经打压过塔利班政府 只有中国只是和塔利班断交 并没有直接开火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 大部分时间是保持中立态度 那么7月底 中方邀请塔利班代表团访华 并且双方达成了友好共识 互相在政治上表现出支持和认可的态度 那么全球目前对于伊斯兰教和塔利班的另外一个抵住情绪 就是伊斯兰教的增长速度过快 而在政治格局上来讲 中美未来的博弈更多的时间将会延伸到中东的伊朗 那么在新的会谈之后 中国战略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南海问题 朝鲜问题和中印冲突问题 转移到了中东地区 所以对中国的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政治必然影响经济和社会结构 伊斯兰教育的迅速崛起 以及塔利班武装的胜利 对于西方国家来讲 未来的政治风险会更加大 那么对于阿富汗本土来讲 我们认为呢 还是要把政府交给当地人民 未来究竟怎么走呢 全世界依旧都在关注着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市场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视频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